你能把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 然后把那份自信给穿上 我觉得这就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酷就是比如拍照片照出自己的一些个性的东西 一些感觉的东西 《赤子花开》里我演的角色的名字叫张宰昌 他是一个做网购的 还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然后之前我就一点也不会打鼓 然后就在我拍上一个戏的时候 我就特意找到老师学着打鼓 然后就一直学一直学 然后拍戏的时候也一直学一直学 最后终于把这个鼓打好了 我这个角色叫康健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人 但是他会注重他自己的健康 然后是一个非常养生的一个人 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一个故事 就是可能回到每一个人的大学时代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看这部电影 可以有很多回忆就是他们之前在大学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比我爸还忙 当然每一个人在上学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爱爱情恋爱 然后有些人的可能上学的时候的爱情是美好的 那有些人对于有些人可能是一种回忆 可能会一种伤害 我妈 伤害 因为我原来是个胖子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才减到150多斤 我之前都是200多斤 真的是这样 在现在一看那些照片 根本就没法看了 我说这是什么呀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照镜子也不是很胖 因为我还是挺可爱的 我觉得这样应该有女孩喜欢 就是这样 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会让男人成长的 我觉得何老师在片场上才是很认真的 在我看来就看不出来才是第一次导戏 然后就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一开始去试衣服 然后我觉得他很专业为什么要搭成这个角色 这个衣服不适合这个角色 我觉得你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就说了一个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也太专业了 就完全不像一个主持人转行看导演了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我们俩就是我们好多人 好多朋友然后一起 就剧组的人然后一起喝酒的时候 然后就聊天就聊到何老师就说 他说大师你看那是衣服那个 我说的好像挺专业的 其实我心特别虚 他说其实我好害怕 因为明天就要拍了 今天还有这么多准备工作 我从来没找过戏 我心里好害怕 但是他就很坚定 因为只有他坚定了 所以就是剧组的这些其他的人员才不会慌 他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一个导演 就是会比较放松 然后你可能看到剧本上 你可能觉得 可能我觉得这一句台词 我不太顺或者怎样 你可以跟他沟通 他还蛮愿意跟你商量这件事情 然后也蛮愿意让你干 就是让你演得比较自然 他是以自然为主 这个剧组 然后我觉得李一峰也特别会照顾人 因为他现在很火了嘛 他是个巨星 但是跟我们聊天 那些玩的时候像个小孩 所以大家才能非常愉快地 非常顺利地把这个戏拍完 一二走 手舞主导的动作 对 对 好 对 好极了 好慢动作 加油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买到这个衣服 所以我会看很多杂志 然后可能会看 比如说好莱坞的明星 最近在穿什么 或者最近在流行什么 但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两个颜色 就是黑色跟白色 但我现在不太喜欢穿 太正式一点的衣服 比较喜欢穿好看又轻松又时尚 这个时尚真的好难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穿特别花的 就是简单干净 然后穿出来之后显得这个人有气质 然后显得这个人舒服 其实我挺喜欢演搞笑的 虽然我现在是瘦了一点了 但是我的脑子里其实还是一个胖人的思维 所以就我有着胖人的幽默 就是胖子那种爱开玩笑的那种精神在这 所以我经常把这些东西加入到我的表演 我觉得这些是给我加分的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好玩样 从你身上学习到你的优点